老话说得好,嘴大吃四方 大嘴巴的鱼类占领了整个海洋 吃鱼吃虾还吃鸟 只要嘴巴大,没有吞不下的食材 我张大嘴 再张大一点 嘴巴越大,实力越强 跟情敌打架,最重要的奥义就是张大嘴巴 两条大嘴鱼不比身体壮,只比嘴巴大 只要嘴张得足够大,打过情敌的大嘴 对方自愧不如,就会认输,拱手让出地盘 脑袋长在嘴巴上的小鱼,鸣叫勃是心热味 30厘米长的小鱼,嘴巴像折叠伞一样 打开后比脑袋还要大上四倍 实际上,小鱼的嘴巴已经大到妨碍它吃东西了 可是,吃东西慢一点又有什么要紧的? 最要紧的是要讨得妹子的欢心 只要嘴巴比情敌的更大 敢跑了情敌,妹子眼里只有我 大嘴拥有爱情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对,就是爱情 书上经常说有情吟水宝 大嘴鱼读了书喝了很多水之后 终于发现,人类化的饼填不薄小鱼的肚皮 现在扔掉爱情脑,回归现实 在我们鱼界,比大嘴更加实用的嘴是伸缩嘴 视频里的小鱼名叫伸口鱼 它的嘴巴是个橡皮口袋 橡皮口袋工作时 往前能再伸出一个脑袋那么长 小鱼身体保持不动 突然发射嘴巴 自溜吸一口 小虾进肚皮 除了伸口鱼之外 长着伸缩嘴的鱼类还有很多 看来老话需要改个字 嘴长吃四方 大鱼吃小鱼 自溜吸一口 自溜吸一口 虎鱼吃小鱼 自溜吸一口 灿力吃小鱼 自溜吸一口 海津吃小鱼 你有我有全独有 橡皮嘴巴吃小鱼 伸口鱼伸缩嘴巴 全靠一副能够自由活动的下颌骨 下巴挂在脸颊上 抓鱼时弹出去 平时收回来 自由活动的下巴 用过的小鱼都说好 说起来 活动下巴不稀奇 最稀奇的是活动下巴 长在嗓子眼里 注意看 这是海里的一条鱼 它要施展绝招了 海蛮张嘴吞食 前排牙齿咬住猎物 接着 从喉咙口伸出一只手 抓住猎物往肚皮里拖 喉咙里的手 学名叫烟河 是海蛮的第二副牙齿 看个细节 视频里是海蛮头骨 和放在旁边的第二副牙齿 第二副牙齿 像手一样灵活 帮助海蛮抓取 并捏碎食物 嘴里长只手 吃鱼不用愁 现在 我们回到五一年前的远古时代 那时候的鱼类 没有下巴 古早鱼类 长着一张圆圆嘴 不能咀嚼食物 只能依靠吸食过活 就像这条 气腮蛮 气腮蛮的嘴巴 看上去很恐怖 但它不能撕扯 咀嚼食物 只能嘟起圆圆嘴 像吸盘一样 吸附在大鱼身上 烤吸食 大鱼血液为生 只能吸食 奶茶的气腮蛮 根本不知道 滋滋冒油的烤肉 有多香 咬上去嘎嘣响的 花生米 有多脆 吸食流至的进食方式 错过了世界上的 万千美味 不过还好 在四亿五千万年前 第一条鱼 长出了下河谷 从此打开 地球美食崭新的一页 为生物界 重新书写了一份 香喷喷的新菜谱 从第一次长出下巴开始 脊椎动物 走过了 四亿多年的演化路 走到今天 只剩下 奇腮蛮和芒蛮等 少数几条鱼 没有下巴 其他99.8%的脊椎动物 都拥有了下巴 它们长出下巴 张开大嘴 从此之后 水里游的 地上跑的 天上飞的 全部变成了食材 有下巴的 才是王者 对 听到这里 长出下巴的小鱼 都忍不住 要点个赞 小鱼小鱼 快快游 四面八方 都自由 关注 培根的动物笔记 为你讲解 自然界的秘密 下集见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